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大早出席教師節慶活動 身兼市長跟民眾黨主席 讓他連假日都沒空休息 10月開始會更忙 因為他跟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要跟民眾黨立委提名人合拍定裝照 全台掛出郭柯推薦看板 他有大運會幫我們 如果時間上許可當然就拍了 還是依照候選人的方便 郭柯雙母及陣容正式成型 民眾黨與郭家軍將合作 共提人選 柯文哲放話最大目標 就是打破立法院長久以來 王金平跟柯建民代表的 密室協商喬文化 要讓蔡壁如在立法院挑戰柯建民 上演白幕大戰喬王戲碼 其實我跟老柯也很好 我們都是新竹人 過去立法院 人家的感覺就是喬來喬去 密室協商 黑箱作業 我們來一個白幕的進去 一定人家說 鳞魚效應一定會發揮的 揚揚打破王柯的喬文化 難道已經不打算再跟王金平合作 對啊就看怎麼合作 立法院的選舉如果可以真的 可以達到三黨不夠半你知道 我們就能夠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 一定會可以相當有效的改變成立法院的文化 顧客聯盟底定能不能在立委選戰 真的掀起第三勢力旋風 還得看能不能交出亮眼的 不分區立委名單 否則光靠蔡壁如學姐等人 只能賺得短時間媒體曝光 想成為國會第三勢力的雄心壯志 最終還是會淪為異常口號 歡迎收看監獄林江峰山川台北報導